我覺得一開始呢 我們Han的SPA裡面它只花香料 花香部分它只有茉莉 因為茉莉在泰國是很特別的一個花 而且在市場上其實這個也很少找得到 所以呢其實像我自己我有花香控 我就非常非常喜歡這個味道 後來我就強烈的要求我們的泰國老闆說 我還喜歡玫瑰耶 妳可以幫我做一個玫瑰味道嗎 所以我可以說這個玫瑰味道 是為了我們台灣來發展的 因為台灣女生特別喜歡玫瑰的味道 難怪我常常在聞到妳身上的香氣很特別 這是我老公喜歡的味道 我們也喜歡對不對 用了這樣子的味道 這個男人著迷女人神迷對不對 對 這厲害 那我們知道這個品牌呢 它是以這個天然富方精油為主 我們是都做富方精油 都做富方精油 那我剛剛看到妳們的設計也非常的特別 可以說說看妳們的設計靈感來源嗎 其實我們的設計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泰國的老闆 他本身就是一個設計師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藝術家 所以他對他的東西 其實有他的堅持跟品味 所以我剛剛講到說 妳進來所碰到的 觸摸到的任何東西 全部都是我們從泰國這樣搬過來的 包括連一盞花一個燈飾 然後甚至於是 那個一件小小的家飾品 他們都會有嚴格的要求 所以我相信這樣的東西 其實像我以前還沒有小孩的時候 我很喜歡到曼谷去做SPA 我覺得那裡真的是SPA的天堂 可是現在因為有小孩之後 也沒有辦法常常有這樣出遊的機會 所以呢我把他搬到台北來 我覺得一樣可以享受到那種旅遊的感覺 我覺得很開心 那妳自己是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 還有空開這個SPA店嗎 有空啊 因為小孩從七點出門下午四點回家 中間的時間我可以妥善的利用 所以現在我們都覺得 現在女性蠟燭多頭燒 但是都非常認真的在自己的工作 崗位上發光發熱 真的 那接下來母親節到了 所以是不是有什麼樣特別的優惠 可以介紹給我們的女性朋友們 優惠 優惠是一定有啦 有package 對然後今天來的與會的嘉賓 會有潛水未有的折扣 那太好了 太好了那對於阿帕器事件妳有什麼看法 哈哈 這有點失控 不是他直接問了 妳在做節目就想 等一下 我剛剛講 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他們回去都要剪掉 是 哈哈 他想說趕快問一問趕快結束 對我親子餐廳很忙 那既然預防指導 那順便回答一下好了嗎 順便回答一下好了嗎 沒有因為我們剛剛其實在後台演練了很多的答案 然後我們先選擇答案一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教我們學會了很多 然後呢 全民都上了寶貴的一課 有一些比較刻板的一些便利的印象 那這樣幾位 妳怎麼樣看外界的談法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對貴婦的看法是什麼 不過妳可以看得到我們的公婆 還有這是我們的先生 都是殷食商人 非常認真努力在工作 就像我 早上九點就要到店裡面去端盤子洗碗 招呼客人 所以我不認為我跟貴婦有什麼樣的形象 因為基本上我還是一個熱衷 把自己夢想發光發熱的媽媽 所以請妳們 就是不要把貴婦這樣的字眼 隨便套在一個人的身上 因為我們認為這個字眼我們還配不上 才德兼備 然後氣質高養 這樣這些都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我們正在努力 這最近有跟欠容聯絡嗎 蛤 有跟欠容聯絡嗎最近 嗯 最近沒有欸 她應該也不會接我電話吧 但我覺得我們的人生裡面 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所以大家不要把眼光 只放在APACHI事件上 還有很多事情值得我們去關注 然後這件事情呢 我們希望 就像剛剛如瑜說的 大家都學了寶貴的一課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真的是現在才知道什麼叫APACHI 因為在這之前我真的也不知道 所以我相信欠容小姐也真的不知道 還幫我節目打宣傳 哪什麼 妳哪個節目 剛剛說現在才知道 所以妳就知道 我們是一個非常努力工作的職業婦女 真的 對 對 還有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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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講得很好 沒有沒有沒有 妳講得很好 我旁邊的人 那我是主持人我來CUE 來丁寧小姐 對妳的外國人是怎麼樣看到APACHI事件的 我說實在話啦 因為很多常識不是說我們真的知道的 我也是因為這件事情才知道 喔原來這個東西不能拍照 我說實在話我也不知道 有人找妳去看APACHI嗎 沒有 可是如果有人找妳去看 我覺得因為我不瞭解整個嚴重性 我應該也會去吧 那妳會打卡嗎 我本身本來就沒有打卡的習慣 我是個人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我的臉書 沒有什麼自拍 沒有什麼打卡 都是小孩子 跟一些瑜伽的事情 所以還蠻無聊的 對啊 那丁寧小姐妳怎麼看 有人找妳去看APACHI 妳會帶小孩子去嗎 當然經過這個事件之後是不可能啦 那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是 都是媽媽了嘛 然後我自己教小孩就是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機會教育 那我覺得這也是給我們 全部的所有的人民一個機會教育 就是我們原先不知道的事情 現在都知道了 對啊 關於現在才知道這件事情 淨寧小姐妳有什麼想法 嗯 沒有啊 就是跟大家講的一樣啊 其實真的就是上了一課 因為其實在事件發生之前 我有聽過APACHI三個字 可是我那時候不知道它是什麼 有些種蛋糕啊 就是也就是只是從耳邊滑過 然後並沒有進入腦海中 然後後來現在APACHI紅成這樣 就是真的學到了很多啊 那比較慶幸的是 我小孩比較喜歡在海邊玩 所以 就是我只要帶她去海邊 她就會很快樂了 現在很多人就是對於 倩蓉的一些負面的評價 可能就覺得說 她第一時間沒有先道歉 那其實她還想說 是因為媽媽的關係 要帶小朋友去看 就有人覺得有點賣弄心情的感覺 你覺得倩蓉還有什麼 妳覺得嗎 我想她真的就像她自己說的 她真的不知道 然後她也只是很直接很坦誠的 把心裡都一直說出來而已 而且我相信大家都是家庭出遊都有孩子 沒有人希望在小孩面前做錯誤的示範 我覺得這真的是始料未及 所以目前好像跟倩蓉很好 那現在就是大家有看她的書 裡面有提到她有一句說 她去超商裡面買 超市裡面買九層塔 結果買不到 對那個店員炮紅 你覺得以她的個性她是會做什麼事嗎 超商裡面買不到 超市 超市裡面買不到 超市裡面買不到 超市裡面買不到九層塔 對 請看 美食好簡單 我們會告訴你哪裡可以買得到 謝謝 對她的了解是廚藝不錯嗎 她那個 她結婚前 她結婚前完全不會煮飯 當她結婚以後為了家庭 為了先生 為了小孩 非常認真的去學廚藝課 然後現在可以做一桌的好菜 我覺得以媽媽的角度 或是太太的角度 她的確是很認真的在盡責 大家都說她在炫富 我們自己覺得真的對 謝謝喔 謝謝大家 好笑的立場 你覺得切友真的是這樣 這麼壞的一個人 好啊 謝謝 謝謝